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雪州八升光华独钟每年都会举办新春庙会 其中最壮观的场面就是上千名学生一起参与的千人灰春环节 而来到今年的新春庙会跟往年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多了一个亮点 校方特别邀请了附近国小和淡小的师生一起前来共襄盛举 让各族之间来一场文化交流盛宴 一起跟照《八点岁热报》记者陈凯轩被会寒的镜头到八升光华独钟 感受今天早上热闹的场面 走进雪州的八升光华独钟 广场上灯笼高挂 各楼层的走廊和舞台四周都是红通通的学生人潮 这时掌声响起 一群印翼和马来小学生陆续走进会场 原来这50名的友族小孩是今天的活动的特别嘉宾 有别于往年 校方今年是第一次邀请了附近的国小和淡小的学生来参与新春活动 希望借此来促进各族间的文化交流 这是我们第一年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新春庙会跟归村 往年我们都有去跟他们拜年 那么现在他们就来跟我们拜年 我想这个是在马来西亚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文化交流 这个是相当有意义的 一句口诀 极点一触 随着点睛仪式的完成 锣鼓声响起 两只舞龙也在龙珠的引导下熬游会场 象征龙游四海国泰民安 龙师团的卖力演出 也让一旁的友族小朋友们看得目目转睛 纷纷拿出手机拍下酷炫的舞龙表演 来到抛肝环节和新年歌大合唱 小朋友们虽然是听不懂 但语言并不是一道隔阂 在哥哥姐姐们的带领下 他们依旧积极参与活动 场面十分热闹 来到重头戏挥春 除了延续往年千人挥春的传统 今年校方特别安排到访的国小和淡小老师 以及友族的小朋友们 一起体验拿毛笔写字的乐趣 有哥哥姐姐现场示范 小朋友们也一样画葫芦 纷纷在红纸写下龙字 至于字的意思嘛 Dragon Dragon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 Dragon Dragon 你看着大家积极学习挥春玩得很开心 戴绿老师也感到非常欣慰 可以让学生们从小就接触不同族群的文化 尝试新的技能 Dragon Lan he优优络 前复 华乐团 民俗舞蹈 舞师等等的中华文化传统 在发生光华独钟百花齐放 活动也为各族打开了文化交流的一闪大门 为促进族群和谐贡献了小小的力量 高兴 新年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